第四个单元我想就给各位参考 第四个单元你们可以在这边看到 VBA怎么样 就是跟Python之间的转换的相关程式 这前面有些都已经写过了 比如说一幅的叙述 或者是两重多重的逻辑 那你会发现 其实大部分的写法蛮像的 只是细微的地方不一样 如果你懂了两者之间切换的话 我想将来不管在哪个环境写 其实都可以做出你要的结果来 那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单元 第五个单元 串列跟那个字典 Dictionary 那串列主要如果理解 比方简单理解 就是人家Excel的某一栏 如果你有多栏 你就第二个List 第三个List 那Excel的好处是 它本身就有栏 那在Python里面没有Excel这种概念 所以你必须写到哪里呢 写到List里面 Dictionary你可以想象成两栏 一个叫Key 一个叫Value Key的话就是它的编号 Value它里面放什么东西 其实我的习惯是什么 那个Dictionary可以把它拆成两栏 一栏是Key一栏是Value 再分别处理 可不可以 这后面我们再来看 再来有关档案处理 其实我是觉得Python里面最好用吧 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说 它对于档案处理相当相当的方便 而且相当的简单 有的时候两行程式就把档案读进来了 两行程式就把档案写出去了 读写非常的方便 这个是我用过写过所有程式里面最简单的 比如说的话 待会举例子 像成绩输入好了 假设有外部一个档案 我要把它读到串列里面该怎么读 还有另外就是说 刚刚我们有一题 像那个Math CAI 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Math CAI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Math CAI这一个 那这边的话有1到12月的英文 有才12个而已 当然你可以把它变一个档案读进来 放在串列里面 那未来当然你可以延伸出去 就是像全民英检 全民英检有至少1000个单字 1000个单字如果你把它放串列里面 那不可能啊 你写一堆就 所以通常是什么呢 你可以把全民英检单字 放在一个档案 当你需要实行程式的时候 再把它读进来 可以放档案里面 也可以放资料库里面 不过也许我们待会 也许可以练习一下 怎么样把那个档案读进来 在讲这个之前 第一个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串列 其实串列的话 在上面有个表 它里面的话有一些方法 那比较常用的 像串它里面有几个LEN 最大最小值 然后呢 我刚刚提过有一个叫append 这个append的话用的机会好像最大 那append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先产生一个空的list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资料放进去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用append把那个资料给放进来 它就会帮我一个一个放进去 那比如说呢 我们后面有一个练习题 就类似像这样 假设我今天需要什么 计算那个学生的成绩 我计算学生成绩的话呢 就是让他输入了 所以我输入的话 假设底下这边 那我可以怎么输入呢 比如说第一个成绩 第二个成绩 第三个成绩 那最后如果要跳离这个结果 跳离这个回圈的话 我可以输入一个-1 -1表示说我已经输入完了 然后按enter之后的话 我希望得到的结果是 把这三个成绩 帮我怎么样呢 帮我计算出它的总分跟它的平均 OK enter一下 你会发现哦 它这边会显示 共有我输入几个 三个 最后这个不算 然后呢成绩是多少 它的平均是多少 而且平均的话呢 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特别重要 这里面的话就是利用什么呢 那个lis 去储存我的这个成绩 那储存完成绩之后的话 做一个总分的加总 加总完之后的话 再来怎么样做平均 所以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们要先知道什么 我要能够存放这些成绩的话 当然还包含负一啦 就是这三这四个东西 我要放哪里 所以首先的话 如果将来你要放一些东西的话 像Excel它直接就可以放 但是呢在Python里面的话 如果你要放东西 记得先产生一个空的一个串列 特别说空的串列呢 是中国阿湖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资料给放进去 不过放的方法 记得就用append 特别叫一 先产生一个scope的一个变数 那再来的话 因为我要计算它的total 所以我再增加一个total的变数 那另外的话 ins go是说 我要输入成绩 我就把它先存在这里面之后 再把它丢到那个串列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让它怎么样 跑回圈 因为一直跑嘛 反正不管输入几个 最后是负一 就跳离回圈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ins go不等于负一的情况下 那刚刚前面有写过类似的逻辑 那我当我输入负一 它就跳离了嘛 如果不是负一 是输入正常的成绩的话 那就继续输入 所以呢 进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比如说 我今天请输入成绩 那我输入89 它就先放在ins go里面 对不对 那怎么样存在list 特别之后 就底下这一行 非常关键 因为我已经建了一个空的list 就是放成绩 对不对 那如果我要把成绩放进去 记得关键是点 特别之后 你要把它放进去的话 它就点append 这边有个append 有没有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这个我输入的成绩怎么样 就把它放到 这个append里面 它就怎么样 帮我放一个 ok 然后呢 再来第二个 69 放进去了 所以基本上 它这里面放的东西呢 就一样是中瓜糊 不过我会先放89 豆点 69 豆点 58 豆点 负1 其实也会放进去 ok 但是特别注意哦 放进来的东西 因为有转型的 所以它本来是有双尾号 它转型之后 这边没有双尾号 ok 好那放进去完之后的话呢 我负1了 就跳1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共有几位学生的话 哎几位哦 那我怎么算 刚刚有看到一个LEN 对不对 LEN那个方法 主要就是说 共有 哎这边有个person 就格式化 第一的话就整数 几位学生的话 我就怎么 LEN 把这一个 这个list放到LEN里面呢 给它做计算 算一下里面有几个 ok 它会算什么呢 1 2 3 这个也会算进去 所以会有4 所以后面的话呢 当然我其实只有3 3个成绩是对的 这个不对的 所以这个要把它删掉 删掉就把它减1 所以 输出的话 就是总共会有三位学 因为减1嘛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要把它做 总分的话 总分 哎那怎么总分 其实就是怎么样 把刚刚输入的第一个成绩 加第二个成绩 加第三个成绩 再除以 不是 加起来就对了 不用除以3 除以3是平均 那两种写法 第一种写法是你可以什么 for I 原来写法这样 就是跑个回圈 for I in range 0 从0开始 因为那个 创列一定从0开始 到它总长度减1 总共里面有4个嘛 所以减1的话就 0 1 2 就上到这里停下来 那range的话就是 这个总长度是4嘛 4减掉1 那就3 3的前一个 所以0 1 2 所以会挑三个成绩 那分别累加的话呢 就是total 加等于 把这个串列的这个I的值 有没有 I的值就0 0的话就抓第一个 1就抓这个 2就抓这个 把它通通累加 累加的话就加等于 这个加等于 就是其实它的叙述方法 就等于total 等于total加 那个串列里面那个东西 ok 这种写法的话蛮长 前面好像也有写过 不过 这种写法的话必须跑回圈 后来发现 其实在那个 pison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更简单 就跟我们在 excel里面用的方法很像 sum怎么样 把直接把这个list给他 他就帮我把那个list里面 全部加中起来了 我觉得这第二个方法 比较简单 ok 其他的话就是 再把它做平均 平均的话就是把total 除以总长度减一嘛 减 就是三个 然后平均之后 但是呢 这个f取里面的值 可能小数点会有好几位 那如果我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的话 我可以用什么呢 点2f 那前面这个5值的是前面空下 总共帮我空下的那个总共的质数 1234 总共的话呢 包含就是这个总空间的话有六个啦 其实就是包含那个小数点 总共的话帮我空下五个位置 那算点的话呢 总共六个位置 当然如果你不加这个5的话 它会变成说呢 就帮你放在刚刚好的位置 就不会预留空白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就是如果利用那个关键就是用一个什么呢 一个append 帮我把输入的资料填到这个 特别是上面一定要先增加一个空的一个串列 才有办法做后续的处理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各位可以参考那个云端上面 我们的那个输入成绩部分 ok 试一下 不过这一题的话 其实有点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变成你要一直输入一直输入 那不过通常我们的成绩 理论上已经输入在某一个档案里面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假设外部已经打了一些成绩 在可能excel里面了 或者是某一个档案里面 那我不希望重新输入 我希望能够直接把那个档案直接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就放串列里面就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烦 那这个后面我会补充说明就是说 如果我要用档案的方式 把那个成绩读进来的话 那要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串列里面用到蛮多 就是把资料分别的放到那个这个串列里面 给大家看 好 谢谢 完了 座